联合国宣布,今年是国际本土语言年,呼吁各国积极抢救快要消失的语言。 而昨天是世界母语日,教育部特别颁奖给对本土语言有贡献的人。 获奖的八十岁得主陈宪国职言,当母语不见,族群也将不见,点出本土语言的重要性。 简单的几句话就把本土语言的重要性彰显出来,八十岁人称宪国先的陈宪国, 是今年教育部表扬推展本土语言,杰出贡献奖的闽南语组得主, 卢广成跟林淑琪也同后殊荣。 那我们这些团队的老师,就是把客家语希望能够现代化, 然后你能够无时无刻,只要你想学,你上线去就可以做这样子。 谢杰雄规划设计课语学习APP,要让语言推动更现代化, 而在课语组获奖的还有陈志宁, 另外在原住民族与组,获奖的除了本来就是排湾族的周明杰, 还有身为汉人,却致力原住民文化的黄奕顺。 人家都说原住民的语言是濒临黄昏, 其实太阳落下还会再升起, 所以原住民的语言应该是要准备要认出了。 在整个推动保存谋语这个工作上, 其实真的要一步一脚印。 攀文中期许台湾本土语言推广到世界各地, 恰好今年团体组中获奖的休士顿台湾语文学校, 是第一所获得这个奖项的海外学校, 为本土语言推广到各地萌芽。 另外,屏东县政府及台东县土榜文化实验小学, 也分别获得团体奖。 记者欧云荣王新忠台北报导。